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Basketball Top 5 TV Show 今天是第二集的播出,我是今天的主播小豬 好,今天的主題啊,之前在預告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提過 就是我們會聊一些可能JHBL,就是國中聯賽 剛剛結束的國中聯賽,我們會聊一些可能 我自己啦,我自己有在關注的一些幾個球員 然後關注這次冠軍隊,我們太子國中非常的厲害 就是第一次打家族,就是冠軍,非常強 然後再來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就是做我們NBA肌肉賽的一些 嗯...不能講預測啦,就是一些討論 因為我比較...因為很多預測可能有很多專家、學生 就是球技、前輩都有在做 那我這邊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較不一樣 就是可能我覺得看點是什麼 就我自己看的話,我覺得看點是什麼 OK,跟大家分享 稍微等我一下下,幫自己打個廣告 今天天氣不好耶,各位在路上應該都感受到 今天天氣變化非常快 差點還在今天的直播腹肩 稍微等我一下下 你等一下 我要來自製做什麼 你看看嗎? 我對,會不會比你乾淨 好,我可以想說 我去看吧 不是,這是我的好球 沒有看到嗎? 我想要不要走 是點綠色的 好,我覺得就不均衡 OK,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囉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國中聯賽 國中聯賽大概有一些打錯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球員 不管是個人表現或是團體的表現 其實都有相當的贏人注目 我自己想分享就是說 因為我跟其中一個球員 其實有在場上正面對決過 因為我自己有在打球隊 有在比賽去參加過訓練營 那之前在我們許耀城教練辦的訓練營 在訓練營裡面其實有遇到 就是金華國中他們這次的當家封線主力 就是陳翔爽 好,寫一下 對,經過兩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字沒有變得比較好看 對,請大家包容一下 陳匠爽當然應該對他的表現 有在看轉播的朋友應該對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他是我們金華國中的封線主力 那基本上這個人其實我自己有跟他一對一放對過 因為我們在訓練營都是手盯著 我好時不時就說你最高去守他 然後我有真的跟他放對過 其實他的球風我覺得非常非常難守 因為他的節奏變換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他是一個左撇子的球員 然後他的不管是外線的三分球 或者是急停的中距離 甚至是切入之後的變換方向 他的Lay-up 什麼之類的 Finish能力其實都非常的好 而且我個人覺得他的節奏變換其實非常的有 有他自己的一個獨特的感覺 就是說一般人可能就是快到底或是慢到底 可是陳匠爽他非常特別 他是可以做一個忽快忽慢 就可能他是左撇子 但是他不用到靠換手運球 就可以用節奏變換去迷惑防偶者 就要可能他會在運球的時候 他的呼快忽慢其實非常特別 就是你很難去抓他的節奏感 他加上他的左撇子 又跟一般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特別難守 然後他加上他 大家有看精彩鏡頭應該有看到 看他的highlight 他有一球是在底線接球之後 做一個黃洞的夾動作 切入之後用左手拋頭 其實那算是他的一個招牌動作 非常的難守 因為他的身高其實以國攻球來講 他的身高算比較高的 他有拋頭 他現在還有中距離跳投的能力 所以其實這個球員 他現在才好像國二吧 我們算八年級 所以他明年還有一年可以打 所以相信 今年金華國中雖然說 沒有辦法可以跳四翔 可是他們的主力這種其實都還在 他相信在明年 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相信金華會有一個 應該還是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然後我個人也很期待就是說 他在明年更上一層樓 看他可以突破到什麼程度 OK 然後第二個 另外我想再分享一個球員 就是 應該是這一次討論度最高 就是我們永濟國中的張志豪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 他到底像高國還是像田豪 我個人覺得他兩個都不像 他就是張志豪 應該說張 永濟國中 稍等我一下下齁 我們請999 我們請來 提到我的家庭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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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加上 就滿足 多謝 多謝 記者 大家稍等一下 我講永吉國中的控球後衛應該大家都知道他是誰了 你們可以留言 就是看看你們覺得他到底像填號還是像高國豪 我這邊有一點技術性的部分要處理一下 稍等我一下 OK 我們繼續 張智豪的部分 有在看他比賽的朋友應該有注意到他是控球後衛 有看到他決殺對手的那場比賽 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他不像填號也不像高國豪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有綜合兩者的優點 因為填號的組織傳球非常有創意 然後他的運球也非常的華麗 然後可以運用運球 運用動作的變換去騙取到對手的注意 然後高國豪他的狀況就是 他是以進攻 他的進攻能力是比較強的 不管是外線或是切入 其實他自己的進攻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後剛好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張智豪他的部分就是 張智豪的部分 他的結合兩者的優點 就是他在 他在以傳球 去帶領隊友的行進上 他的表現非常非常好 加上他的外線 不管是進行中距離 或者是三分球 甚至是切入 其他的攻擊破壞力也非常強 等於是說我覺得他有 他的進攻能力可能沒有高國豪那麼好 但他的組織能力是還不錯的 然後他的節奏變換 節奏掌握可能沒有填號那麼好 但是他的進攻威脅性是要 我覺得是比同年齡的田花要再好一些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有 兼具兩者之場 然後至於說他比較像哪一個球員 我個人覺得其實我可以提 其實我覺得 與其拿現在HBL來比 不如說可以拿 就是更 就是比較 成人級的球員來比 我個人覺得他有一點點像 蘇伊杰跟李學玲的打法 為什麼我會提這兩位呢 就是 我覺得蘇伊杰跟李學玲都比較屬於 就是他們在場上掌控節奏是非常的好 就不管是節奏的變換 或者是說 在投切船之間的掌握 其實都是非常的理想 那我在看張志豪的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這種感覺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李學玲年輕的時候 就是他在屏東高中 甚至在北體的時候 其實他的進攻力也非常強 他以前叫台灣Iverson 是到後期 就是等到他進入育龍隊之後 他才轉型 就是變成所謂的組織控球 可是他的進攻能力始終還在 那蘇伊杰相信在今年的 總冠軍賽 甚至例行賽 其實有看到蘇伊杰他的進攻能力 漲進步了非常多 不管是 寂靜的中距離 或是低位Low Pose的單打 或是進攻一條邊 一條邊 像一把刀一樣的切入 其實蘇伊杰他的節奏 他的節奏 節奏掌控依然是他的強項 加上進攻能力也提升 所以使得他更加的難受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對啊,張志豪其實有像這兩位前輩 就是 在節奏掌控上可以帶領球隊前進 非常的穩定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可能在進攻能力上 遊戲有相當破壞性 對手不知道到底要防他的傳球 還是防他的進攻 當然不是說他已經有跟前輩 球員可以相提並鬥的能力 只是說他目前已經有 這樣子的一個初心出來 相信他未來在HBL場上 他如果能夠去到適合他的學校 他會用他的教練 然後讓他更上一層 我相信他的未來是會更可怕的 OK 好,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就是我們今年的冠軍 今天最引起令人注意 就是以素人球隊 然後一局闖進就是男 就是男子組女組 都是從冠軍在我們的太子國中 太子國中這支球隊就是 不管是有沒有 即使是有在Follow 就是說國內籃球動態的 就是 的朋友們應該也 比較少聽到這支球隊啊 因為他們 他們之前 他們都之前打的是 HBL要以級的比賽 他們比較沒有在家族的比賽中出現 那為什麼我想提這支球隊 不完全是他們拿來冠軍 我是說我想提一下 就是他們建軍的理念 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他們的教練是 如電鋼老師 然後他在受訪的時候 其實有強調說 就是他希望他的球員是從基本做起 就是不管是處理球 或者是投籃 或者是傳球 就是從基本動作 最扎實的方面做起 他不希望球員過早的去 就是在還沒有成熟時間 過早的去挑戰所謂的家族 而是寧可在以級好好磨練 讓自己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而不是說就是我能為了 好,我必須說 有些球隊其實他是為了 可能所謂的曝光度 或是所謂的知名度 而去打家族 因為現在不管是HBL或是ZHBL 其實熱度都有被炒起來 其實很多媒體或是電視台 其實在可能資格賽 預賽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大篇幅的報導 在其實對於學校 是一個很好的力氣來宣傳 可是相對來說 我們可以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所有抱甲族的球隊 他們是不是都有甲族的實力 這個其實是可以打上問號的 因為確實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差距非常大的比賽 所以可見有些去抱到甲族的球隊 其實他們不一定有已經到這個程度 當然不是說這樣子不好 只是說像太子宮這樣 就是願意在以級好好磨練自己的實力 然後覺得成熟OK的 拉上來打甲族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 因為他完全是以球員的未來性為重點 而不是急功近利 就是我一定要成績什麼的 當然除了教練本身的堅持之外 學校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OK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難能可貴 好 今天ZHBL的部分就到這邊 好 那接下來就是可能大家最近比較關心吧 NBA肌肉賽的部分 那當然啦 就是 其實NBA每年的肌肉賽 其實我們都會期待就是 就是說可能會有球星跳出來 或者是有所謂的黑馬竄出來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 預期遇到之外的東西 像當年2007年 就是勇士隊的老八傳奇 被大家傳送到現在 或者是更早之前 就是在風管球季那一年 9899那個賽季 就是尼克對老八傳奇 一路殺進到總算軍賽 然後Springwell跟Hillston那一年的雙槍傳奇 其實到很多人到現在都還記得 OK 那我想說其實今年啊 今年的肌肉賽的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會去 我自己今天是不會去做預測啦 因為 我比較沒有那種神秘力量 對不對 沒錯 怕講出來又糗了 又害誰受傷 沒有 以上從頭開玩笑啦 就是 因為也 一樣從頭開玩笑 對對對 好我們來做一個比較正經的部分 好就是 我們先看第一個段主要 就是勇士跟脫光者 勇士跟脫光者的部分呢 我自己會做 我自己比較會看的就是 因為 我今天提的就是我自己的看點 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勇士的部分其實不用太多提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想看 就是脫光者雙槍的組合 就是我們的 Damian Liller跟CJ McCullen 他們可以帶球隊走到那邊 因為其實我必須說 脫光者跟勇士的隊型 其實是有那麼一點點像 就是以後場為主攻的情況 但是後場對抗上 之前很明顯就是 脫光者是比較略居下方 這次我會比較想看 就是雙槍的組合 能夠把勇士的逼到什麼程度 OK 好 再來我們看 現在我們看 快艇對爵士這個組合 其實快艇對爵士的話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 我個人是覺得 很希望今天 Chris Paul有一個好的成績 因為Chris Paul 確實是聯盟頂尖的控球 我相信不會有人有疑問 他說是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說他自己第一 但是Chris Paul 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幾年他一直沒有辦法 帶領球員拿到總冠軍 然後加上他現在年紀也 慢慢步向 就是說 巔峰的晚期 可能 接下來 如果這幾年沒有再 這兩年沒有突破 接下來要問頂冠軍的機會 可能會稍微比較小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 Chris Paul 今年可以有一個好的表現 當然 Paul Pierce的最後一年 能帶能跟球隊走到哪邊 也是 我相信大家也蠻好奇 我自己也蠻希望 就是 看 Pierce可以在紀錄賽 能夠再度發揮他老將的價值 然後 爵士的部分 我覺得 Golden Hayward的表現 一定還是最重要 因為他是爵士最重要的 不管是攻守 都是最主力的球員 然後他跟George Hill 今年的搭配 可以看會 可以帶球 會找到哪邊 當然我是覺得 這個 Rudy Gobert的受傷 其實對於爵士 影響應該蠻大的 再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看 Favoris能夠頂到什麼程度 對 下一個 我們來看 火箭隊雷霆 這個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關注 我們的MVP之爭 James Harden 對上這個 Russell Westbrook 有聽上一集直播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個人是蠻喜歡 Westbrook的 但是我必須說就是 不管最後MVP的票選結果為何 我個人覺得 這兩個人 誰拿MVP 我覺得都當之無愧 都當之無愧 因為兩個人確實都打出了 比他們的生涯更強勢的表現 當然如果是兩隊 我個人覺得 以成熟度來講 火箭確實是略勝一籌 而且James Harden 他在得分之餘 可以去引導 讓帶領球隊變得更好 然後Westbrook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 如果在帶領球隊的部分 Westbrook 他在接入賽區 要去證明說 除了他 除了個人能力的發揮 他可以帶領球隊變得更好 OK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看到 馬刺跟灰熊 西雀最後一組 馬刺對上灰熊 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宿命的對決 因為真的要說 哪一隊隊型跟馬刺 就是哪一隊風格跟馬刺比較像 我個人覺得就是灰熊 當然Tony Allen的受傷 對於灰熊是一個蠻大的損失 因為這樣就 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去守Kawa Laner 因為Kawa Laner 今年這種變態鬼神級的表現 你沒有一個夠強的大鎖去鎖他 可能每一場就看他自己想拿幾分而已 當然內線的對抗 內線的對抗 我相信灰熊是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馬刺跟Randolph的組合 然後去對上 去對上 去對上 那個馬刺對這邊的Oldridge 或是加上Datman 以經驗上來講 我相信 Gasso這邊會比較 這次灰熊是比較優勢 但是不要忘了 馬刺今年跟以往不一樣 他們多了Paul Gasso 所以兄弟對決其實是 就是非常值得一看 然後加上另外就是 馬尼爾·Ginobili 今年到底是不是最後一年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 可以好好欣賞他的表現 對 好 西區的部分講完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東區的部分 東區第一個對抗組合 就是 我們 賽提克對上 公牛隊 當然以目前的戰況來講 公牛隊似乎是略戰上風 其實這 說實話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因為公牛算是老八 可是他們正宗 不管是Rondo 或者是 Way 甚至是 這個Jimmy Butler 其實他們的經驗都非常的夠 然後 個人能力也非常強 技衛賽經驗都非常夠 好 以對上賽提克來講 雖然戰地 公牛是比較具於劣勢 但是如果是以 就是 球星的戰鬥力經驗值來講 其實公牛隊是比較好 尤其是 獨文威跟Rondo 這兩個都是拿過 冠軍戒指的球員 所以 以關鍵時刻 出一球的能力 我相信公牛隊是要比 綠山軍要強的 要強的比較多 因為我看比賽應該可以發現 其實 綠山軍在最後的重點 其實都會落在 我們的IT4 就是 埃塞托馬斯的身上 就是 除了他之外 你要去找其他球員 去做一個 可能進攻突破的動作 甚至是跳出來 跳出來三管球隊 其實是比較難 所以說 所以說 之後賽提克要怎麼突破 要怎麼突破這個困境 其實要靠他們 就是 球員的部分 或者是教練有什麼 比較好的對策 就不然如果是單純打球星 就是以打打球星 出一球的能力 或者是最後關鍵時刻 就是可以處理球隊的能力 其實這一點 公牛隊真的是佔非常大的優勢 光是獨文威跟Rondo 其中上一個就非常厲害 何況他們兩個可以同時上場 加上 剛打之年的Jimmy Butler 是非常非常難對付的 OK 然後下一個隊員組合 就是我們的巫師隊長老鷹 巫師隊長老鷹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 今年其實算是 就是算是John Wall 跟Bradley Bill 算是一個破解而出的時候 因為之前大家可能會 因為之前他們兩個人 比較容易受傷 就是有細撐 比較玻璃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說 可能 紀錄賽代理球隊表現 沒有非常的好 但是今年以他們 他們力量賽表現 然後他們的耐戰度 健康程度 然後這樣紀錄賽目前的表現 其實我很想 其實我覺得 John Wall跟Bradley Bill 雙槍能夠帶領巫師走多遠 其實我個人非常期待 然後當然他們對手 老鷹隊也不是那麼好對付 因為雖然說 今年老鷹他們有一些球星出走 然後有一些換血的部分 可是老鷹的傳統就是 東驅馬刺 非常的穩定 所以你說 可能帳面上來看 巫師好像比較強 但是巫師要輕易的過關的話 其實我相信 老鷹是沒有那麼容易 放他們過關的 所以一場就是可能 可能擊掌的部分 其實還是在所難免 好 再來我們看到 暴龍隊公路這一組 其實我個人 我個人啦 其實我最期待看這個對決 因為我 因為公路隊的字母哥 我們的Yanis Antinacompo 我個人是非常欣賞他的球風 當然你可以說 他可能略為粗糙 甚至是 不夠細緻 然後球風 進攻還是 他進攻其實還是依賴他的體能為主 可是你光是看他 每次切入就是一定要爆扣籃光 然後籃光 籃光千他兩百萬一樣 我個人覺得這種球風是非常的爽 而且在季後賽來講 你擁有這種一夫當關的球星 我個人覺得其實是對於球隊是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你季後賽這種比較高壓迫性 防守強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你一隻球隊有沒有人可以在 關鍵時刻跳出來出力球 然後處理球 然後處理球隊的勝負 其實非常重要 而且公路隊比較特別 現在聯盟六星小球戰術 然後公路隊反其道而行 他每一個位置都比別人大一號 中空比別人高 四號比別人高 三號比別人高 連一夜號都比別人高 所以這種反其道而行的方式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組合 而且他們季末的氣質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Middleton 或者是其他球員 或者是Greg Monroe 也表現都非常好 鮑龍隊這一邊 其實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們 今年也是雙槍 其實現在聯盟蠻多種雙槍的球隊 像鮑龍就是 Kyle Laurie 跟Demar DeRozan 但是這兩個人 有一個非常 我必須說不好的習慣 就是在季右賽會輪流睡著 就是表現會零零落 就是可能一個好 另外一個就不好 然後這個醒了 另外一個又睡著了 所以他們兩個 有的時候又會同場發揮 所以我可能覺得是 比較難預測 以目前來看 其實公路隊是略戰優勢 但我相信鮑龍隊不會 因為他們力量在戰績也非常好 我相信他們不會 就這樣速走就勤 應該還是會再 應該會再有一場激戰 我個人是期待字母哥 可以帶球隊走到什麼程度 但是蠻希望看他有好的表現 這是個人喜好 OK 最後一個對戰組合 就是我們的騎士隊 對上六馬隊 這一組一定就是球星的對決 這沒有別話說 這就是LeBron James 跟Paul George的對決 至於你說 六馬隊有沒有機會 打敗騎士隊 以團隊戰力來看 其實絕對是勝於六馬隊 只是看即勝即敗問題而已 你說六馬隊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翻盤 就是要看Paul George 能爆氣到什麼程度 因為唯有 因為其實這兩隊算 其實Paul George 對上LeBron其實算素敵 因為之前Paul George 每一次在介護賽對上LeBron 都是因為有那種神仙附體的表現 每一場三四十分這樣亂砍 但是有 但是他必須拿出 我覺得他必須拿出超水準的表現 因為以團隊戰來講 其實真的略勝一籌 所以要是Paul George 沒有辦法拿出場 沒有辦法拿出 就是比他平常更為優秀的表現 帶領球隊前進的話 其實會非常難打 因為騎士還有 表王還有Kary Irving 跟Kevin Love 加上JR Smith之後 之後可以打的話 其實對於 以團隊戰力來講 六馬真的是比較吃虧一點點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就是我們剛剛分析完 每個隊戰 就是八個隊戰組合都分析完 相信大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什麼想法 其實可以 可以私訊給我們粉絲團 或者是留言在下面 可以討論 我們在下一次的直播 也可以回答大家的一些問題 OK 那 今天差一點復肩 對還好順利播出 對 希望大家這次內容還喜歡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豬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